大家好,欢迎回到送术新宇,那今天是马来西亚大选的日子,在马来西亚各个州,今天正在下小雨,中雨,甚至暴雨,但是选民的热情是比较高涨,这是我搜索的YouTube马来西亚大选关键词页面,可以看到观看量并不是很大,可能很多人他主要的获取信息途径并不是YouTube,或者是他们在忙于投票, 那么排到今天的YouTube上传节目里,排到最靠前的是一个73,000次观看量的Pocket Times,他这个频道的内容,但实际上马来西亚选民的热情是这个数字体现不出来的,是非常热情的,那根据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的数据,他说截止下午三点,全国的大选投票率已经接近65%,那这次选举合格选民是211万7千人, 2117万人,我说错了,是2117万人,那八个州的选民都是在雨中投票,我们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那这是过去12小时的卫星云图,可以看到整个马来半岛,包括印尼,东南亚上空的都是云量还是比较大的,那在天气方面,在印度有一个低压正在生成,那么实际上在南海也有一个低压, 另外在南半球啊,在印尼的南部,这有一个低压已经形成了,叫94S,那这三个低压啊,处于中间的就是马来西亚,所以马来西亚今天有雨呢,是很正常的,并且未来啊,这个是很有可能生成热带风暴,这个呢,如果啊,它不向越南方向飘移的话呢,也有可能生成热带低压,所以呢,这是一个双台风的可能,双台风配胎的生成的可能, 所以今天啊,在马来西亚的各个州啊,很多地方都下了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降雨的情况,这是降雨的这个图层的叠加,可以看到啊,在马来西亚西部啊,和东部啊,都有,现在的实时的啊,都有在下雨,那么今天白天的时候呢,雨呢,也是非常大的啊,这是马来西亚的天气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下雨呢,是对选举有没有影响呢,有影响, 但是呢,绝大多数选民呢,特别是从啊,外地回来的这些选民,那都是鼓足了劲的,下这点雨呢,是耽误不了他们投票的,有的人说,哎,老宋,你怎么对这个事这么上心呢,就是马来西亚,你需要那么上心吗,哎,这里边可能有您不知道的事,哎,第一个,大家知道海外华人的比例啊,我们之前啊,给大家介绍过啊,包括厦门大学的一篇论文,在印尼呢,啊,就是各种算法算起来,印尼呢,可能接近一千万人的华人,啊,第二个呢,就是, 在马来西亚,也接近七百万的华人,六百七十万到七百万,啊,再一个呢,就是泰国啊,啊,包括新加坡,新加坡大概有,啊,两三百来万吧,华人,就是公民的华人啊,那马来西亚为什么没有印尼多,我们还这么关注呢,因为印尼的华人啊,很多都被铜化了,有的被穆斯林化了,只有马来西亚的华人呢,很多还保存了华人的生活,文化和传统,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关注的原因,这是在台湾之外啊,最大规模的, 华人在民主的制度下,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如何能不关注呢,我们之前不是,讲过一个有争议的比喻吗,说吧,选举,比称是性生活,那十几亿人在一块土地上挤着都没有性生活的日子,他是不是普遍呢,那这群人离开了这块土地,他们有没有这个生活呢,有,现在看到了嘛,他们正在自由公平和平的进行选举,这说明什么呢,不是人的原因,啊,在马来西亚,大概有两千万 多一点的马来人,剩下的呢,就是接近七百万的华人,再往下呢,就是两百多万的印度人,我指公民呢哈,所以你看看,哎,在马来西亚这么大比例的华人啊,他们保留自己的文化 同时呢,就在参加民主的生活,民主的选举,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关注吗,大家知道我们作为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和猪马牛羊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思想 懂不懂,你比如当内蒙,你要吃一只羊,老板会说,哎,我要吃这只手指羊,怎么叫手指羊呢,就是我指哪只羊,你都帮我杀了 哎,老板呢,会很高兴的,就那只对吧,哎,好,他就会到羊圈里边,牵着那只羊的头就拽出来了,羊在眠眠的叫 周边的羊呢,都在很无辜的看着他,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没有一头羊上去去抵这个,要宰这下羊的这个老板 那个羊圈里边啊,有几百只羊,甚至上千只羊,我这样的场景,我见到过不下好几次,因为我在内蒙工作生活过 没有一只羊,愿意去抵一下那个老板,更不要说几百只羊,如果一块起来,那个羊老板可以被踩成肉泥啊 这就是我们和这些羊不同的地方,这些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同胞呢,他们过的就是不同的生活 哎,你可以说他们的无数个不是,交通啊,卫生啊,各种各样的习惯不同,哎 人家过上了民主的生活,哎,这你就没有 所以这是我们啊,之所以关注马来西亚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太监看正常上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啊,马来西亚八个州啊,是在大雨中进行的选举 所以呢,还是比较苦的,那么在之前啊,我们说过黄明志的几个那个搞笑的视频 实际上呢,去参加马来西亚选举的人啊,可能都清楚这些 就是我们这些外地的人可能不了解,我们当成一个,呃,不能叫笑话吧 当成一个比较搞笑的事给大家弄出来,哎,实际上呢,选举呢,是个比较严肃的事 那根据马来西亚的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这个,这个这个数据啊 看起来呢,选举投票率还是比较高的,那截止下午两点啊,有58%的投票率 啊,那么去年,不去年,就上一期的投票率,大概是14届吧 有62%的投票率啊,就当时的那个在下午两点的时候 但是呢,因为这次投票呢,人数呢,是从21岁降到了18岁 所以总人数反而比上一次增加了292万人 不要想看这292万人哦,这就是新加坡所有的华人同胞的总数 292万,所以马来西亚今天举行过会选举啊 对所有的全球的华人来说,都是一件值得注目的事 如果你听了我上面的内容,还依然觉得无所谓 哎,那好吧,那你就是生活在一个绥静的无所谓的生活中啊 那当然了,这次马来西亚选举啊,我对他们谁能获胜 我是真的不太了解的,因为他政党太多了 39个政党参选,四个大的联盟 39个政党啊,组成四个团团伙伙 他们这四个执政联盟来选举 有什么,像这个安华是吧,是反对派 我知道这个人,他标榜的是肃滩啊 那么他表示谨慎乐观 他说他可能会获胜,他也74啊 他这就是,他这个联盟叫西蒙啊 就是我上一次被黄标的那个广告那个视频 我不知道是他们拍的 所以我很无辜的被黄标了 那是一个选举的广告 那么安华呢,今年75了,不是74 所以呢,他今年呢,现在呢 哎,在他的政治生命生涯中啊 如果他这一次选不上 那就是说,他所领导的执政联盟 如果获得不了简单多数 那他的政治生涯也基本上到头了 那当然了,如果他和马哈蒂尔比 有那个身体,也未可欺,也有可能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些年轻人 那么年轻人重视什么呢 我们看到前面的视频也讲过,很多年轻人呢 可能还是对这个经济啊 对年轻人工作机会可能还更关注 那年长的人,老人呢 可能对于稳定的社会 这个要求更多 你比如说像这个纳吉所在的这个巫统啊 巫统被干掉了嘛 巫统因为纳吉的贪污 是吧,他上一次选举失败了 那么因为这个两任政府啊 就是在纳吉下去之后 马来西亚经历了两任政府啊 一个是马哈蒂尔的 一个是另外一个的 这两任政府的一直内斗 所以现在巫统也有了机会 所以巫统的觉得自己呢 有可能再上来 那再一个呢 就是马哈蒂尔他领导的这个新的联盟 和那个就是说内斗的那个前首相 牧尤丁嘛 哇塞,这也算两个75的是吧 牧尤丁和这个安华 和安华是叫安华吧 对,也都是75了 马哈蒂尔呢 是97了 哇塞 确实这四个联盟啊 都比较年长了 这个领导 那马来西亚呢 还是处于一个变化过程中 将来呢 还是需要年轻的领导上来 目前看起来呢 这一轮起马来说 年轻的领导机会并不大 虽然说有945人参选 据说过着 在选举过程中啊 已经有了候选人 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的这个消息 所以呢 这是一个空前激烈的选举 人数创最多 那么选民的立场 候选人也是最多啊 当时看过这个 我前面做的这个视频 总体来说呢 会不会出现大选之后 马来西亚政坛呢 分崩离析啊 继续的这个讨价还价 组成这种新的这种 执政联盟呢 也有可能啊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呢 马来西亚能够稳定下来 在整个东南亚啊 那么泰国呢 是军政府执政啊 那个军政府的首相的话呢 上一次呢 刚刚被宪法法院的问候过 说你是不是该下来了 然后呢 宪法法院这个事后来又判了 说哎 暂时还不需要下来 但是泰国呢 也是民主社会 他早晚的 君主立宪的民主社会嘛 他早晚呢 也还是要走向选举的 不管红山军和黄山军 是吧 那么马来西亚呢 是目前看起来最有希望的 不通过内乱 不通过军啊 军队来控制啊 控场来实现这么一个 政府的和平的过渡 这确实值得啊 大家关注 并且这里边啊 接近20%多的是华人在参与 所以这个事呢 我们很关注 那明天呢 我们会继续关注大选的结果 今天和大家聊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